另外宜兰苏澳在昨天晚间发生了路灯像是霓虹灯一样不断闪烁的诡异画面 当地不少民众都看到这路灯集体开开关关的 让整个苏澳就像是夜店一般非常的热闹 但也直呼说这农历七月不是才刚过完吗 后续台电到现场了解才发现原来是路灯开关故障所导致的 强销过后苏澳地区的路灯在晚间9点39分收复完毕